欢迎来说聊政治,我是起耀 今天我要和大家聊聊 我心中大马震撼上的前五大武林高手 我本身是金庸小说的粉丝 我非常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尤其是《社交英雄》 还有《神教下旅》两部 那这两部小说都有提及到 里面前五大的高手 就是这个东邪、西独、南地、北盖 还有《终身痛》 那我在前两天的时候 就有形容说马哈迪是这个西独欧阳风 就有很多的网民敲碗 这样你觉得其他四位高手是谁 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看 首先大家不要太过认真知道吗 因为这只是一个比喻 而且小说里面的这些人物 不可能完全贴合符合 大马震撼里面的现实人物 所以它纯粹是我的一个描绘 大家轻松以待 你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的答案不是绝对的答案 第一个 东邪是谁 在这个小说里面 东邪是黄钥匙 他是这个桃花岛的主人 东邪这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邪气 非常有邪气的一个老家伙 他最厉害的事情 就是精通正法 他在他的桃花岛那边 他就布下正法 要任何他的仇家要进来 都会找不到这个岛 都是攻不进去的 那大马的政坛有谁呢 我觉得大马的东邪呢 当属哈迪阿旺 东海岸的这个邪老头 哈迪阿旺 那他们有个共同点呢 就是第一都很是邪气 OK 第二呢 则是我觉得哈迪阿旺 也会布下正法 而他的这个正法更厉害 他是用了这个宗教的这个经文部下的正法 OK 把这个东海岸呢 极打极栏杆登下楼呢 都设下重重的这个屏障 让这个不管是什么其他的政党 巫统也好 西蒙也好 怎样攻都攻不进这三个绿洲 这个正法呢 是绿色的一个网来的 所以呢 你就算看到呢 你进到你都是攻不进去的 这是哈迪阿旺 马来西亚的这个东邪啦 OK 好 那西独是谁呢 西独就是马哈迪啦 OK 西独这个人呢 他是叫做欧阳风啦 他是一个非常狠毒 有非常多诡计 很多心机的一个人 一直呢 就是要去抢夺这个九阴真经啦 OK 在这个剧里面呢 他都是这个用毒之王 OK 老毒物 在这个剧里面是这样 而且呢 他很厉害一招 叫做哈马公 他的绝招 是跟马哈迪 很像 马哈迪 哈马公就是 马哈迪呢 就是 现在就 马来西亚被侵犯 我要做这个机会 就像一个哈马的天 一直叫 OK 开玩笑啦 开玩笑啦 但是 我的意思就是讲 他们本身都在性格上 我觉得是相似的 政坛上 你确实需要一点心狠手啦 而且在武功上呢 我觉得现在的马哈迪 是像哈马这样子 一直跌跌不准 一直在那边叫叫叫叫叫 这真的是马哈迪的哈马公啦 OK 所以我觉得 到最后 这个西都欧阳风呢 就是痴迷于 这一个九阴真经 结果呢 走火入魔 而马哈迪 现在也是为权力 为他的地位 还是为他的孩子 我不懂啦 我觉得也是搞到 有一点点的 已经走到 要有点过头 就算是极端 也是过头的极端 OK 这是西都的部分 OK 南帝是谁呢 我觉得南帝 在这一个小说里面呢 叫做段志兴 他本来是一个皇上来的 但是呢 他看破红尘 到最后选择出家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功 是一指产 OK 那在马来西亚这边呢 我们这位人物呢 他没有出家 但是他是一个王室啦 就是柔佛州的苏丹 这一届柔佛州苏丹 伊布拉西殿下 OK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啊 至少现在的柔佛州苏丹 是一个正义凛然的一个代表 OK 至少一些大是大非的议题上呢 他是愿意支持开明和民主的 比方讲 当闹这些宗教的事情的时候呢 他愿意去参加这种 大宝圣洁的这个活动 还是华人的活动 这种拜庙的活动 他愿意去参加 OK 他是愿意站在开明 自由民主的这一边 去帮忙发声的 他也会去敦促说 要去禁止这一些 非常荒谬的一些规定啦 比方讲 这个哈迪阿王一直要去 不同的回教堂呢 去那边拉票 那边做政党宣传 他就会设下屏障说 柔佛州不允许你这样的人呢 来这个回教堂 直接给人家 你要的话你要审许 这就是 我觉得大马侦坛难递啦 他确实也是 算是一个皇帝嘛 柔佛州的一个皇帝啦 柔佛州的苏丹 所以我要把南帝呢 搬给这位 柔佛州的苏丹 OK 北盖 洪气功 是谁呢 洪气功呢 他算是一个 他是乞丐出家啦 他就带着一帮的这个弟子 然后呢 每天就过着一些 比较简朴的生活 但是呢 他算是从零开始的 领着打狗帮法呢 惩恶 扬善 我觉得这一位呢 我自己呢 会帮给 槟城北部的 林吉祥 OK 我觉得林吉祥算是一个 非常草根 从头开始 起家的一个政治人物啦 当然啦 你们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 他可能要什么 帮自己的孩子等等绯闻 但是至少呢 他是有真的帮到整个大马侦坛的起步 包括 这个西蒙前身什么 明连嘛 明连他就是启动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 慢慢起来 然后慢慢也是 带头去对抗很多一些 极端的圣灵 的那一个人物啦 然后到现在退位 把那个帮子交给 还是林观音 还是林慧音都好啦 所以我觉得 他是有符合到这一个 北盖的这一个形象 不是讲他是乞丐 OK 就是讲他是一个 从头开始 带领着慢慢培养出火箭 新东党这一些 草根 这些领袖的那一个 关键的点 OK 北盖班也好 好 终神通 终神通 就是在这个水牢说里面的 王重阳 王重阳在当时候 华山论见的时候呢 他是击败了四位高手 作为这个世界第一的 OK 暂时来讲呢 王重阳是现在的安华 安华啦 就在上次 华山论见是什么呢 就是第十五届大选嘛 第十五届大选全部 东斜西都全部都去抢 这个 林吉祥跟这个南地没有啊 我讲东斜跟西都啦 哈迪阿旺跟那个马哈迪 不知都是要去 在这边去竞选 然后也是要抢高位嘛 但是这次是王重阳 得胜啦 然后 其实这一个西都呢 跟王重阳也是有一段恩怨啦 也是为了这个九阴真经 西都是一直要去抢这个 九阴真经 结果呢 王重阳是把他骗来 然后又伤到了他 导致这个 欧阳风的二十年 都要在养伤 我相信安华这一次 当上任相 对于马哈迪的 这个心理的阴影 也是有 有受到影响啦 所以 也就是刚刚好呢 符合到这个小说的剧情 讲完五个高手啦 其实还有一个人 我必须要讲的 就是呢 这一个 王重阳的这一个师弟 叫做谁呢 叫做周伯通 老顽童周伯通 OK 这一个老顽童周伯通呢 我只想到一个人是最贴切的 就是我们的 纳吉 勃斯库 周伯通是一个 非常顽皮 非常幽默 然后武功非常高强的一位 前辈啦 OK 我觉得纳吉现在呢 就是很符合这种非常嬉皮 然后非常好玩的一个角色 即使人在监狱 但是今天凯里都讲了 Bosskuh呢 的影响力呢 不容小觑 仍然没有消散 他呢 就像是这个大马的 这个周伯通 你看他好像 无害这样走 你看他好像 很好笑 每天都看他的笑话 但是其实他一直 在这一个武林上呢 他在这个震撼上呢 都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随时呢 如果他回到来呢 都可以为这个巫统 助他一笔之力的 所以 我觉得非常符合 他的形象啦 OK 所以这就是我 对于这一个大马侦探 这五个高手 外加一个老顽童 周伯通 的一个比喻 一样的提醒大家 不要太过的认真 你这是纯粹是比喻 你看南低 你要是讲 我们的苏丹有出家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回事 OK 这只是一个形容 一个突发奇想 一个开玩笑 OK 所以不到你的想法 怎样的话 你在下面让我知道 可以让我们一起来 闲聊阵子 OK 闲聊就好 OK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好 感谢观看